好说来说去还是希望你听得进去 在台湾知名的风景区十分瀑布 有民众逃速因为关铺吊桥施工维修封闭 游客竟然直接走在铁轨上 台铁设立的警告牌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游客照样进出 而火车呢经过这一段路都要特别小心 除了鸣笛还要放慢速度 火车近距离呼啸而过 小朋友突然冲到铁轨旁拍照 再一步就会撞上火车 危险动作无人制止 这也是平溪十分瀑布风景区 而危险的还有这个铁轨旁的人行步道 许多游客来到平溪 一定会走上铁路旁的这条人行道 而这条路走到底就是关井瀑布吊桥 现在却因为施工禁止行人通行 民众反而会往左转走上这条 禁止行人通行 只有铁路工人可以进出的便道 而人和火车的距离不到一公尺 在这里火车随时都会通过 许多观光客竟然直接走在 铁轨旁的维修便桥 根据民众拍下的照片 还有人大胆走在铁轨上 两旁的便道没有保护措施 也没有监视器和工作人员 火车来了没人警告 不止游客危险 连火车上的乘客也有危机 火车走的还是不要走的 比较安全一点 可是因为桥下面它有另外一条路 其实那个走起来也蛮漂亮的 施工工地跟我们推轨之间 就我们用这个脚铁就把它焊起来 让旅客避免旅客从那边进出 我们在两个这个便道的两端 我们也树立台子 这样旅客不要写什么步道 但是看看照片 人心步道上的警告力牌 已经被推到一边 根本没人在看 台铁说新北市政府修桥没有完善规划 而市政府反驳是台铁没有做好安全管理 台湾知名风景区的游客安全 台铁和市政府把责任当作皮球班推来推去 难道要等到发生异味才有种事